时下小朋友们最夯最流行的波拉棒 在胡一祥的手中可是相当听话的滚来滚去 让高雄现场的秋心净乎真是厉害 也让在场人士掌声不断 几乎忘记胡一祥 这个笑容满面感觉相当乐观 眼神精明清透的小朋友 是全国年纪最小的恶性骨肉瘤 也就是骨癌的患者 胡一祥五岁时就被诊断出患有骨癌 九年多来动了九次手术 六十多次化疗 二十多次的放射治疗 还是展现出热爱生命 永不放弃的信念 你为什么想要当厨师 因为化疗就是想直接讲这一段 不舒服然后就要增进食欲 每次在不舒服听的时候 我都就是很好听 然后感到一种幸福 然后我希望所有病友都可以体验到 黑白剑随着紫洁的小指头轻轻的敲响 流畅的电子琴毒奏 展现出的是罹患先天性遗传疾病 年多堂第四行的李子杰 永不服输的生命历练 照顾他们就像四五岁的孩子 常常需要帮他们拿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在爱的环境里面 才可以有办法这样照顾他们 那也很感恩的就是说 我们都走过那种困难的每一个时刻 那现在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把我们的爱分享出来 希望说每个人都遇到困境 就不要说把自己热热热就是这样 人生就很感恩 我们就是要跨出去的 跨开啦 要面对 你是最好的榜样 三位我都是得这个奖 都是让我们很感佩 那都是最好 作为社会最好 同学最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学习得点快 我们恭喜他们 也做了他们 希望他们继续加油 这三位虽然身体罹患疾病 却不畏艰难力争上游 展现出强韧生命力的青少年 就是今年高雄县三名 荣获总统教育奖的学生 在县长杨俊欣表扬时 不仅时时面带笑容 展现乐观自信多才多艺的一面 更体贴的亲自做卡片给杨县长 用真心去关怀周边的人 谢谢县长的鼓励及关怀 以后我会再接待 你这份爱心将会成为我人生的道路 带领我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有您真好 是我们县领的一道福音 请你百年之中一定要多保重 您的健康是我们的福气 祝你肚腹高声 慈慈顺心 谢谢 谢谢 我们学习 还先到现场健康 真是太贴心了 谢谢大家 永远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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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